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一我走了又有人来刺杀他怎么办 刘光哥哥 你过来 我和你说话 我把刘光拉到了一边 帝君大好的心情 被一声刘光哥哥喊得心底冰凉 两万年前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对还是错 他看住小白拉住刘光的衣袖低声嘀咕 转了下手中的茶盏 开始偷听 我把刘光拉到菩提树下 仰头看他 舒然间有些恍惚 他面具下了一双眼睛注视有些像帝君 他覆手而立 素衣衬衬着银色的面具洒脱又神秘 那一刻我很想摘下他的面具 怎么了 还没有完够 不想回去 刘光浅浅笑着问我 天君刚给派了一些仙鹅 我教会他们做饭再回 他连个厨师都没有 我回看了一眼帝君 低声道 帝君中毒了 失去了法力 这些日子都是我帮他挡刺客的 中毒了 秦瑶山 我咬他了 刘光笑笑 我猜下 帝君他是不是还说你咬了他就不能咬别人 是不是要你以身相报 或者要你对他负责到底之类的话 你太闪了吧 刘光哥哥 我捂住嘴 瞪眼看他 帝君 他还说要以身报我就他的恩情呢 刘光轻身看我 你答应了 我连忙摆手 我没有 刘光感觉帝君在偷听 下笑说 哲言上神说过 帝君这人妇黑又爱戏弄人 你小心被帝君框了 永远留在太成功做厨师 我才没那么傻 不过帝君他对我很好 打打 散了 以后再和你说 你多等我几日 我教会仙鹅做饭 咱们再回青秋 我没有和刘光哥哥说 我想跟帝君学佛理 想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踢飞脚下一片落叶 看住他 此刻 我心里有些很奇怪的东西 但我一时还无法把他描述出来 可我知道 若此时走了 我会日日惦念帝君的饮食是否安好 帝君打亮助流光 白衣上身在四海八荒出名的古板严谨 对女儿甚是看重 该不会轻易找个夫子陪在身边 还默许凤酒认了哥哥 难不成白衣这是为凤酒的将来打算 念及此 帝君眉头微动 看了一眼中凌 低语了几句 我和流光说完话才发现灰狼弟弟不在 问他 灰狼呢 他回青秋了 说回去帮你抄作业 他这是逃跑 小弟跑了 我气得哼哼 你是青秋的夫子 不止小白一个学生 该回去授课了 帝君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看住流光又道 小白的功课我可以教 走时安排了新的夫子 我等白凤酒一起回 流光平静地回话 记这样 便等吧 小白 我带你出去走走 帝君拉了我的手向外走 到了宫门 我回头看流光 他抱了胳膊靠在树上 不知怎么我心生愧疚 可少被帝君温暖的大手牵住 我竟然脚步丝毫不停留地跟他走了 四海巡视几月的连宋府一回到天宫 便见小仙鹅小仙官脸色异常兴奋 此次 议论的居然是太成功里的帝君 他随便拎了个小仙官问话 三殿下对人一向和煦 小仙官大住胆子道 帝君老人家带一个女子去赏河了 又神秘地道 手拉手 小仙见三殿下的扇子差点掉下来 甚是得意 看来这的确是个大瓜 我随住帝君走 已是秋末 却不想天宫万寝和堂上必连开的煞是凡胜 和堂中有小舟 相挨地君常挨此处 小舟行在和堂深处 天高云淡 浅浅连香 看住地君修长的手指缓缓煮茶 我觉得此刻是岁月静好的样子 从前 我总觉得自己像知晓陀罗进不下来 可自从在地君身边 我很习惯这样安静的时光 莲花上的蜻蜓像是嗅到了茶香 在船头飞舞 我来了兴致伸手去捉 那些蜻蜓像是故意动弄我 引得我咯咯地笑起来 地君听见凤九迎铃式的笑声 整个身体都舒缓下来 这小丫头的笑声总带着一股魔力之底 踏心深处 那坚硬里快递方便如融化的春水流淌 我正玩得开心 船身猛然剧烈地摇晃 小舟像是被巨浪拖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紧紧搂住匆忙起身的地君 一边张望船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小船颠簸了几下沉在水面 水中似是有什么东西游了过去 地君是什么 我问初话 才发现自己手脚并用缠在地君的腰身上 像个猴子 脸一红匆忙松开 会会一笑 尴尬地道 我们狐狸爱爬树 地君他倒霉生气 只揉了下我的头 笑说 我在 你怕什么 我是怕 小时候我在饭境被水怪咬过 当 对了 听爷爷说 还是地君救的我呢 恩 这个债我倒是可以讨一下 这样看来小白你又欠了我的恩情 得还 难不成你又想我一身相报 你知道还问 我看你是想把我留下来做厨师 地君谋色忧伤 不 还做别的 连宋殿下在岸边听了地君的话 悄然收回扇子 看住笑盈盈的地君自始之中 都没像他这边看上一眼 心道 地君之末不是真动了烦心 我在小周上陪地君喝茶 聊天 暖阳晒得人泛滥 我很想晒晒自己的狐狸毛 地君 我失礼了 起身一个旋转化回了狐狸模样 我想晒晒 地君看住面前晃住九条可爱尾巴的小狐狸 心像是被柔软的狐尾扫过 双手有些发痒 温柔地看住他炫耀的摇晃住尾巴 我听着岩上神说过 地君最喜爱圆毛 看他的样子果真喜欢 我跳过去 地君还要不要作弊 因为画了狐狸一身 说的话便有些细长 像是撒娇的声音 地君看住他一双细长含笑的狐狸眼睛里含了脚霞眸色 颇为沉静地道 小白 你有事求我 我把爪子搭上他的腿 请地君指点一下我的佛里 他看住我 眼神颇多变化 我不太能看懂 为流光 他的声音有些凉 我老实回答 吃 他面具后一定也是风神俊朗的样子 我想看看 啊 你喜欢他 地君打断我的话 看我的眼神甚是不友好 过真 折言上神说的没错 地君性情多变 自小 我就会观察爹爹的脸色 他若黑脸我就会躲得远远的 看见地君似是不高兴 我从他腿上收了爪子 倒在一边看流云 真不明白地君佛里那么好 为何小气的不愿意传手 看会流云 我偷看地君 他端住茶盏发呆 银发清飞 高大挺拔的身影在一堂壁和中 雅精又带住些许落寞 此刻 莫名想陪住他 我想看见他温暖的样子 悄悄一过去 靠在他身边 用狐狸尾巴轻轻触碰他的手 地君低头看住乖巧的小狐狸 觉得自己活了几十万年 怎么如此心胸狭窄了 要和一个小孩子之气 抬手把小狐狸抱进怀里 轻轻撸住一身柔软的毛发 心中不悦随和风散尽 有暖阳 有温暖的怀抱 有地君温厚的手掌 有怜香 不知何时我睡了 顺梦里四世很开心 笑出了口水 我想擦口水醒了也挣住了 不知何时我话回了人生 头还枕在地君的胳膊上 要命的是 我的腿居然斜跨在地君的腰上 我彻底把他当作了枕头 惊恶害羞之余还有些得意 四海八荒水敢把地君当枕头啊 我悄悄挪开腿 抬头被地君的睡颜吸引 他太美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